哎 你怎么回事啊 哦 小声势里 姑娘恕罪 哦 没事了 我是跟你逗着玩的呢 哎 这么多书 你是卖书的 哦 我是附近赶好的 哦 我最佩服读书人了 我来帮你捡吧 不用 快闪开 朝廷结果命令 天敌会借放风筝传信号 串联勾结 阴谋怕乱 现在给我拿下问罪 这儿是怎么回事啊 放风筝也要抓呀 哎 姑娘 此事非同小可 此地不宜久留 快走吧 那你怎么办 我又没放风筝 何惧之友啊 那你多叫小心 我先走了 哎 简直荒唐 圣贤之书 谁干无礼 圣贤书 我看这些都是反书 我抓起来 我又没放风筝 凭什么抓我 你的风筝 早扔了 荒唐 我那附近赶口的举子 也能在此息息 天下事 坏就坏在你们这些 读书人身上 押下去 无法无天 我要告你们 告 你去告啊 告 快 快 告 快 让开我 快 快 干 姑娘 书生 跟我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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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现在没事了 咱们走吧 我早就说没事了嘛 走 那你的书都丢了怎么办啊 那就请姑娘为君豪祈福吧 你叫君豪啊 山东 祝君豪 我叫杜晓月 朱大哥 你放心吧 荆科考试 你一定能考中的 托福 托福 哎 你不知道吧 我们家先生就是荆科的主考官 你家先生 上位请教她是 纪晓岚 你没听说过吗 纪晓岚 天下第一才子啊 放心吧 我回去啊 叫我们家先生 一定记住你的名字 就算你考得再差 也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心吧 姑娘把我当成何许人了 我把你当朋友啊 我朱俊豪求取功名 靠的是真采实学 难道靠人说情吗 姑娘 姑娘太侮辱人了 多谢救命之恩 告辞 喂 祝君豪 好样的 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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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都想死你了 娘 跟娘回家去 大头 你走了三年 连个信都没有 娘想死你了 眼睛都快孤下了 走 跟娘回家去 走 娘都走三年了 大娘 小声助君豪不叫大头 你不是来大头啊 您看我头一点都不大啊 哎呦 你怎么跟我儿子长得一模一样 公子对不起对不起 私子之心人之常情 君豪恨不能身为令郎 以为此母之心 呦 我可真该死 有眼无珠 您比我儿子可富太多了 我真该死 大娘 苍天有眼 您一定会找到自己儿子的 借您吉言 快住店去吧 小声告辞 您老慢慢走 真是书呆子 我是说我们家大头啊 是书呆子 您啊 是稳中状元 哦 借您吉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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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您 你是谁啊 我是你们家大头 啊 走 姑娘 你先走 姑娘 你们两个认识 哦 钱袋呢 在这儿 是您捡到的 谢谢谢谢 真是高风亮节啊 你这个书呆子 是他透了你的钱袋 这 我 那个 你看 我儿子三年没回来了 我孤苦伶仃的 好几天都没吃饭 都快饿死了 哦 这是大头给您的 你 我认识大头 他在外面打工啊 赚了些钱 知道我要付金赶考 就托我带来了 这不 真巧 找到他娘了 你 抓住他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来这儿住店的 周大哥 你快跑 跟我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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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女人给我砍死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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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头常跟我说 您会做风筝 别提那个大头了 大娘 您别担心 大头啊身强力壮 没病没灾 我没儿子 怎么会呢 您不是有大头吗 我是编出来骗你的 这 我这大半辈子行骗 好不容易 把这良心炼没了 这今儿老天爷 愣把你这书呆子 塞给我 我这心里头吧 嗨 攻破了 给 您不是三天没吃饭吗 行了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说走哪去了 人之初性本善 人不信人 枉为人啊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那东西还能卖俩钱呢 君侯无殿无娘 若大娘不信 不嫌弃 君侯愿认大娘为义母 侍奉终生 别了别了别了 倒你穷我也穷 你有病有子的 我还得养你 别耽误你求功名 好好读书吧 嗯 大娘之言 君侯明刻在心 哎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大君侯功名在首 定来拜见义母 你这脑袋还是不清楚 就你这样子还想考功名 难 真的难 快快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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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怎么卖的 哎 十文 这么贵啊 哎 不贵不贵 哎 那你看看我这个 得值二十文吧 啊 伙计 你去答案大娘 这到底值不值二十文 是 什么值不值的 怎么样 二十文要不要 不要拉倒了 哎哎 等等等等要了要了要了 十文 十八 少一个字我也不给 十五 行了 好钱 好 您稍等啊 哎 哎 哎 十五文 今儿啊 捡个大便宜 这儿呢 哎 哎 谢普通你抓错人了吧 我是三姑啊 不错 上头要的就这风筝 上面写的十八俩字 啊 写了十八就抓人 那要写了十九 还砍脖子 陶三姑 你就可在大阵里 什么不好说 偷这风筝 大爷 我冤枉了 这哪儿是我偷的 是他自个儿落到我们家的 这么巧 他怎么不落到我家 带走 哎 老爷我冤枉 那是啥钱 拿着他 看我拿 我们哪儿 看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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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状元长得 没轻木秀的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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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小伙子 漂亮 你这唱戏啊 大娘 我中了状元啊 状元 你真的中状元了 看呀 让大娘好不看看 真真真真真真真 专业怎么认识 大娘 你 这是怎么了 都是让那个风筝给闹的 风筝 衙门说了 那个风筝啊 是从皇宫里飞出来的 谁捡了谁有罪 这不让我倒了霉了 派我扫一个月大街 我都扫了好几天了 这 这太不公平了 公警装上马 等一等 赵燕谷 别耽误您游街了 快上马吧 大娘走了 干嘛呢 赵燕扫街 天哪 我捡了个大内风筝 这就够受罪的 今儿让你赵燕扫街 那不冲我的军啊 求求你 你别害我了 大娘 大街一扫 灾难全跑啊 这赵燕扫街 成何体统吗 燕门要是看见 庄园为大娘扫街 一定不敢再为难大娘了 真的 大娘 跟着我 乡亲们 乡亲们 你们看看 庄园都觉得官府不公 把我扫地 庄园扫地 谁让正义 庄园扫地 谁让正义